大家好 今天我是施健章给提示的时间 星期日的赛事有三场杯赛赛事都十分钟目 我两位好拍档阿铒和Matthew都准备好为大家介绍 大家记住除了看我的视频之外也要继续他们的视频 我这次都精选了三场不同的赛事给大家看看合不合心 我先介绍第三场的四班千四米赛事 我找到一只马有机会在这场赛事真的回马枪 大家要留意一下 跟大家重温10月12日沙田四班千四米赛事 介绍给大家八号马一档出闸 黑白黄衫那只创高峰 现在在内档大约第五位那只 同场黄衫那只金碧科在尾那一只 星期日都会出战 这场马大家看到三桶三元蜜路放头 接着就是战斗英雄 黄黑色衫那只在外面 不要认错了 那只是军炮 就不是我介绍给大家那只创高峰 灰色马那只的爱智宝 都夹着两只马中间 大家在放的时候留意短速 这一段就放快了三元蜜路 放了21秒多 变成了回来的时候就没力了 我记得 因为为什么呢 这场马我之前都给过三元蜜路 大家是这样的 之后他就保重了 进到直路的时候 见到战斗英雄已经赶过了三元蜜路 那只的爱智宝以为有什么 不是的 那只创高峰就在里面等一等 找到位的时候 从现在推两步 就在最后这二百米的时候 就向前全力追 追着战斗英雄 外面那只金碧科都一二三四 不断打上来 一堆马去冲 哇 真是 到这一段非常精彩 在终点前 创高峰就赶过了战斗英雄 金碧科就在外档拿回位置 看到创高峰跑了1400 真的被他找到位 有个好档 其实他真的有力在这班次赢到马 之后他报名也是报1600 1650的泥地 两次都输了 这次回到三档有利的档位 和121磅配合何敏连 我觉得这场里 他有机会回马昌 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创高峰 还有创高峰之后 其实也有另外三个配角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相对我认为会热一点 第一个是潘岳小智 潘顿骑过 雷神骑过 都是近角 但是都是赢不到的 这次用到神骚九档 129磅 不信老超 但是这个路程一定是对的 不可以去看小的 这枚一定要拖起来 库传大师上次赢了两个多马位 这次雷神骑过去 没办法 但是五档不重磅 都可以考虑 因为始终赢过 都有状态 都没有回落 要兼顾 张俠 这次雷神足夕 都是范围之选 还要有个一档 上次第三 上次都排到第三 这次有个好档 都不能去飞走 所以这次创高峰 有机会是比较上 不会这么热的 这只马 我就会做胆 脚拖 另外三只 欢乐小指 库传大师 和张俠 介绍完第三场赛事 接着我还有两场赛事 推介给大家 重复说一次 两位好拍档 Maffel和阿鵬 一样有好心水给大家 下支影片再见